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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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没什么 赤眼 李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对墨贤有意思啊 关给我 说话 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意思呢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我 当初在凡间墨贤溺水那次 是你先发现她 然后跳去救她对不对 我看她的水那儿 我看她是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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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月 智一 谢谢你们还帮我提行李啊 别客气 大家同学一场吧 还有 以前我打架 你都会等我骂完了人你再出来 上一次在食堂 还没等我骂完靳言那小子 你就直接蹦出来要准备动手了 想打架是吧 本少爷赔你 我跟你讲我最讨厌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的确如此啊 不过这个事情 好像是你第一个发现的 那当然 我这么 不 你什么意思啊 你如果不关注墨贤的话 怎么能发现我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说蓝月 你老实说吧 是不是你喜欢墨贤啊 我哪有 没有的事 我 我只是 不可能啊 我只是出于一种 一种对对对墨贤的 对墨贤 有 友谊之情 友谊之情 对 所以我才会对他多那么一点点的 多那么一点点的 关照 关照 对啊 就 就是这样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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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没有就没有 没有 没有 是 真好 真好笑 哪有事 不说 所以我就说 我还没说完呢你 各位同学 小心呐 你们看看这个瀑布 这瀑布呢 就是有名的剑谷飞铺 你们看到的瀑布下方 那个深谷啊 那个深谷 就是 剑谷 这很深小心 别靠太近 这剑谷这么深 下去的路一定很陡腔 我一下去爬不上来怎么办啊 来都来了 不下去看看多可惜啊 要想你们下 我可不下去 去去去 要想你们自己下去 喂喂喂 你们都傻了 有资格进入剑谷 寻找零 零 零 零零零零零 零 有资格进入剑谷 寻找零剑的 仙人大咖 哪个不会遇见飞行啊 还需要什么资格吗 可是我们都刚学会遇见飞行啊 还都飞不高啊 那我们怎么下去 见识这仙界最大的剑种啊 你说得好 所以呢 我今天根本没有想要 让你们进入谷底的意思 想要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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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想要看剑种呢 咱们就站在这里 往里面看 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意思到了就好了 还啥什么啊啊 老师啊 就这么几把剑而已 完全感觉不到那种气氛 对啊 那个是因为我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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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绝世的好剑哪 就越会聚集在谷底深处的中心 所以呢 越是谷底灵剑 就越会密集 越是外围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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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们现在看到的一样 零零散散 那儿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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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不 挨什么挨呀 叹什么气呀 难不成你们还真以为能够遇到 灵剑认主的好事 对啊 对啊 我跟你们说啊 灵剑要是 不要你们 你们想拔都拔不出来 拔不出来 是吗 我来试试 肯定拔不出来 永丽啊 哎呀 好了 好了 还有没有人要试试啊 金轩 上 来 别闪到腰 武力 你可别中风啊 好了 别浪费时间了 挖不出来的 我们大家啊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你们可以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坐下来 吃点午餐点心什么的 休息够了之后呢 咱们呢 再一起回学校 好吧 好 好 记得啊 别走太远 要是晚了的话 我可不会留下来等你们的 好 好 小心啊 这里很深的啊 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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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灰淳 来 走吧 去那边 我们走 你看啊 走 怎么样 够美吗 那个上面 有意思吧 好啊 你们几个 找了个风景这么美的好地方 居然不叫上我 这不是没看到你人吗 我们才在这儿等你的 你刚去哪儿了 我去四处晃晃 四处晃晃 你是不是去找 去见谷的路了 结果呢 找到没 说来奇怪 我真的半条路都没找着 难不成真像天方老师说的 下剑谷的人都是御剑飞行 没有靠两条腿走路的 怎么可能 仙剑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御剑飞行啊 遇上不会的 那怎么办 但是不能御剑飞行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来到剑谷 寻找适合他的那把剑呢 也对 说得也是 墨昕 翠柔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情找你 你能不能单独陪我一下 现在没人了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是不是今天那小子又欺负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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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柔 你 墨昕 对不起 其实是金言要指好你 他们叫我把你骗过来 我 闪开 别碍事 你想干吗 想干吗 想给你点教训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也懒得跟你这个死丫头废话 老子今天就要痛打你一顿 好让你知道惹活们武当派的下场 就凭你这点小聪明 也想在仙界混下去 你做梦 来 各位同学 来 集合集合 大家应该玩得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回学校了啊 这么早啊 啥什么啥呀 啥啥啥啥 我知道你们还想玩 但这时候真的不早了 而且今天下午啊 清帝陛下还要来学校洽谈呢 薛院长啊 特地嘱咐我 一定要赶回去 陪他跟清帝谈事情 我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 跟你们耗在这儿了 好了好了 回去吧 回去吧 等一下 老师 还有人没有回来 谁也没回来 那个 那个 墨昕还有翠蓉 他俩走远了 好像还没有回来 还有武当派的金言金轩 也都还没有回来 这几个学生啊 怎么这么不叫人省心呢 老师 要不我们用天聪怡联络他们吧 你好聪明 我跟你说 你讲到这是废话 剑谷这里的地质特殊 天聪怡的通信宣法 在这里起不了作用 那怎么办啊 再不动身的话 我真的要迟到了 老师 要不你先带同学们回去吧 我留下来找墨昕他们 我也去 这个 别担心 剑谷回学校就一条路 等找到墨昕他们 我立马就回去 好吧 那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好 同学 我们先回去吧 小心一点啊 你们小心一点啊 小心一点啊 让你们小心啊 走吧 去哪里找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趁我们不再欺负墨昕 两个混蛋 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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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讨厌你 但我们毕竟同学一场 我也不想看你坠入谷底呀 我 别废话 快上来 竟然 木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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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掉下去了 不会摔死吧 竟然 竟然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小心啊 小心啊 还好这谷底有河流 而且水还不浅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三个人就要断送在这里了 莫贤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有点小擦伤 没什么大碍 那就好 你 我们一起掉下来了 你 你也关心关心我 你 关心关心我 你皮糙肉厚的 再加上你灵气又这么高 你肯定没事 喂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的 没朋友 对 绝对没有朋友的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们想想办法出去吧好吗 有资格进入剑谷寻找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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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有资格进入剑谷寻找零件的 仙人大咖 哪个不会遇见飞行啊 还需要什么路啊 糟了 天风老师说过剑谷没有路的 咱们又刚学会遇见飞行 根本飞不高啊 回不去了 天风老师不知道路 不代表周围就没有路 我们还是先出去吧 出去之后 慢慢找到出山谷的路 走 找了这么久 都没有找到半条可以出谷的路 我们怎么办啊 天风已在这里没有用 没办法求救 他们许久没联系我们 应该知道我们出事了 定会派人下谷搜寻 我们只要撑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那是什么野兽 这不是普通的野兽 是高级魔兽 剑谷不是被包含在学校的防御大阵里吧 这里怎么会出现魔兽 他们是怎么突破封印来到仙界的 没办法 莫贤 到我们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啊 这是 这是建立的任主仪式 这怎么可能 你 你是谁啊 从哪里跑出来的 我 我是这把薛元圣剑的剑灵 薛元圣剑 是啊 薛元圣剑 刚才啊 你的血碰到了剑身 所以现在这把剑认你为主了 我啊 也是被你的鲜血唤醒的 那 那你快去救蓝月和赤银他们 蓝月和赤银 好 我去吧 啊 我忘了 我才刚醒没多久 我 我灵力不足 我要回去睡觉啊 啊 啊 你 你 哎 还有只魔尚无碍 蓝月 小心 蓝月 小心 适合 by bwd6